另外一起事件 对大选可能没有影响 但对区域立委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那是罗智政外流的阴档 这个阴档是真是假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个阴档里头讲到 他跟小云之间的对话 谈到了口一哥 到底这个口一哥的人事案等等 这个阴档 但观众朋友都没有放在这个阴档 焦点都不是在这个阴档 而是在阴档之外的案外案 大家说 为什么这个阴档也流出来呢 那么之前外传疑似罗智政的 情色影片 是不是也是从 同一个云端的硬碟流出来的呢 那么现在外界传言纷纷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罗智政这个 自从他的那个影 那个影片 有没有 就是那个 疑似 你要用疑似 对那个影片 疑似自拍性爱影片 流出来 那个时候罗智政是 第一时间他就跳出来 就是解释嘛 对不对 而且他提告了 对 提告 曾伟辩造 对不对 他就交给新北调查处 有没有 你给我去查 对不对 他就报案嘛 对不对 所以他很快速的止血 对 大家觉得说 他这个处置相当明快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没有 那个没有什么疑虑 对他没有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而且可是我是觉得 突然间又流出了一个英党 对 那个英党是 有小英总统 针对很多人事案的一个谈话 你有沒有发现 这个很诡异的一件事情 就这个是身为辩造 对不对 他刚开始是这样讲 对不对 那你丢出来的话 这个爆料者 好像是一直在丢 你看你怎么回应 我怎么丢 所以就说爆料者 手上的资料很多 不是只有青色影片 现在丢了一个蔡英文的对话 然后后续是不是还有 我们不知道 问题是 不管是从影片 还是蔡英文的对话 是真是假 那这不是可以查吗 当然可以查 有啦 他拿去新北调查处报案了嘛 所以一定会提供这些东西 给那个调查局嘛 因为这是可以经过科学验证 对 你说今天是不是身为辩造的话 你如果要很粗糙的话 大概一天多就可以鉴定出来 那你如果是辩造的 那一天多 一天多那现在时间早就过啦 对啊 应该鉴定出来了 鉴定出来了 调查局也说 来 调查局有没有说法 调查局没有说法 他说我鉴定完了 可是我就是不告诉你 为什么他说的说法是说 我全部交给检察官了 全部都给那个新北地检署 所以也就是说 一般民众在1月13号之前 不会知道 情色影片的真假 对啊 地检署也讲了 新北地检署也讲说 这个涉及隐私 所以我现在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涉及隐私说我要抓人 所以我不会告诉你 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或者是谁流出来 所以你以后看到他这个案子的 侦办方向 你就大概知道说 这个是真是假 可是你会发现 影片先出来 他回应之后 去调查局报案了 对不对 也是处置的很明快说 隔美几天 英党出来 那到底手上还有什么东西呢 所以人家就讲说 你看英党跟影片 是在同个地方吗 出自于同个地方吗 其实有 我问过私底下 有一些调查局的官员 他是跟我讲说 如果是同一个人丢出来的 就他其实是长时间 已经都完全变造出一套东西 所以他就是一直丢 一直丢 如果他造假 他就长期变造 那如果是真的 可能来自于 如果真的的话 我就跟你讲说 这有可能是罗智政委员 他的云端硬碟被骇客入侵 如果是这个是你个人的猜测 不是 怎么我个人猜测 我问人家专业的 人家告诉我 有专家跟你 对 如果说这个是真的 如果他是真的 那就是他的云端硬碟被害 必须要同意学伟哥的说法 因为这应该就是他云端硬碟被害 原因是因为还有其他东西 因为还有他放在那个云端硬碟 不是只有英党跟影片 那重点是 如果这是真的 他怎么敢去告呢 因为照学伟的说法 一两天就查出来了 所以就炸掉了 因为刑警局说DFIG 他们一天就可以鉴定 那现在已经过了三天 我们希望要赶快release出来 今天是媒体先说 刑警局报告出来是真的 是真的 不是真卫 那所以王宏慧 今天早上就要求立法院 要求这个相关单位 就说赶快公布啊 难道连罗智证DFIG 的报告也要封存三十年吗 哪有可能 台湾什么东西都封存三十年 也太可了吧 选前这时候公布 是不是有可能会对选情 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站在检调的立场 他们希望到选后再来公布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 非常有可能 为什么一定会对选情 造成影响 因为第一时间 赖清德去帮他助选说 罗智证绝对没问题 如果赖清德不讲这个事回避 就把这个行程取消 也许大家还有一个防火墙 可是赖清德当天去帮罗智证 助选说 这DFIG 这没有问题 那如果今天 我们中央政府的刑警局出来查 这没有DFIG 这是真的 那你赖清德要不要要求 罗智证退选 这很基本的问答吧 你赖清德要不要要求 罗智证现在退选 宣布退出这场选举 怎么退选 来 静怡 因为这支影片 我不知道现场的哥哥们 有看过吗 好多个 其实他是放在国际的A网 所以你看过 对啊 因为他是公开的 所以你说剪掉 但他是放在国际的A网 是公开的 评论 而且很多个 而且因为我本来就有在做 AI的分析 所以各个角度 为什么DFIG很好辨识 也就是说第一个 你的侧面 跟你看镜头眼神 跟你的动作 还有一些叫做连贯性动作 他都可以分析出来 譬如说他这样子把眼镜在床上 我会看太细了 那我先问一下 静怡 所以里头有一幕是把眼镜在床上 在床上把眼镜 我觉得静怡很有意思好了 看得那么仔细啊 因为你在DFIG的话 第一个你的眼镜 你把他当教科书在读啊 他很认真 他上前部都会勘验资料的 对对 我会勘验资料 就如果你把眼镜跟你的这个脸 如果是DFIG 他会分离 第二个你的动作会不连贯 所以基本上这个很难 第二个就是你任何动作 你看侧面 只有侧面 眼神跟角度 眼神看着那个的话 如果是DFIG 很容易会破面 所以身为 透过动作的连贯 和侧面就可以研究出 到底他是不是身为技术 做出来 所以我应该来讲 你一个人来说 这一题我是不好意思发言 但是但是 为什么 你不是评论员 该发言就发言 如果我是觉得说 这个会影响什么 影响就是道德观 包含说这个录音 因为你听懂 这个你不管蔡总统 跟他的这个录音 是不是真的是他们本人 我说不管是不是 但是大家都听到 他在按手机的屏幕的声音 他录音的时候是这样 他说那个总统 我给你看 你可以听得到 他按手机的声音 所以他为什么要录 所以这个收音 如果是第三者收音的话 基本上很少这个声音 这么大声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录音的主角 恐怕是按萤幕的这个人 对吧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一个道德 那如果按萤幕这个人是罗志胜 他为什么要去录 小英总统谈话 我不清楚 那小英总统知不知道他被录 我不清楚 第一个我觉得一定不知道 因为小英总统讲话很easy 但再来就是说 我要说啦 就当大家讲云端 有没有可能 原因是因为我本人也拍了一些自拍的影片 我也会录 哪一种影片 因为Google他会有同步的功能 如果你绑定Google手机的话 你会有同步的功能 所以有一些人真的他会忘记 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好时间点又有点雷同 我在怀疑会不会是同一个手机 同一个时段 废份的档案以上 那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用你自己的经验和对技术的了解来研判 那个影片是真是假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要说 如果是真的身为做到这种程度 那他应该就要用在赖清德身上 或侯友宜身上 不会用在 不会用在一个趋立委的身上 因为那个是高端技术 假设他真的是D-Fake 对还有 还有再来就是说语音 声音D-Fake包含脸孔之外 还有你的声音 你那个一一啊啊 啊啊一啊啊 这种是很难的 尤其是罗志正他的声音很有特色 对啊 所以好 所以到底罗志正的疑似影片 又会不会对那一区的区域立委 产生致命的影响呢